好,幾點補充,我想講講學校那方面,其實我自己為何會講這個議題呢,就是我自己在香港的一間母校,有位老師之前就找我,就跟我說一講現在的情況。 但是我都聽了其他學校的朋友來講,其實他們都擔心就算你復課,那你復課之後,那怎樣呢? 因為你復課之後,其實那些老師或者那些校工,其實可能那個裝備也都有充足,譬如口罩,防護衣等等,那些部分其實他們又買不買足夠的口罩呢? 甚至乎又有額外的一筆錢,也都有一些的設備,譬如在廁所裏面的用具, 他們又是否應該需要翻身,或者一些的乾手機,可能其實之前可能壞了的,但是因為沒有所謂,之前的問題 那現在可能又要去換個一批身,其實這一部分在這個停學的期間,就是最好的時機呢,去到,來到重新檢視校裏面的一些的, 或者一些的裝備,但是教育局有沒有給額外的資源,他們去處理呢?這一部分呢? 不要只是單純去想國事院,其實中小學,其實都是要處理的,希望教育局那方面,就會跟進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?關於,在武漢滯留的人士,其實早於,我相信兩個禮拜之前,都在同一位置,在這間房間那裏呢? 我都講過,當時我都收到一個個案,就是一個十五歲的中學童子,那他其實呢?就因為在農曆新年期間,就去探望他的婆婆, 所以就回去了這個湖北省,其實他不是在武漢的,只不過在湖北省,但是之後一沒有,他回的時候,他都離開不了, 他當時上去的方法呢?就是去搭車,去到深圳的,大陸的親戚,那就再去去湖北,那這樣,那好了,當然啦,有很多香港人可能會覺得, 啊,其實,在這個期間,不應該回大陸,可能是的,但是,是不是就代表,回去了,特別是,好像我剛才所說的,這個十五歲的中學生,我們不去呢? 那麼,在兩個禮拜前,我都在這個場合都講,其實特區政府有沒有意志,或者他們怎樣想法,怎樣處理這一班制留呢? 在湖北的香港人呢?不論他們怎樣上去都好,那好啦,那你說,不夠的,不幫的,那你就這樣說,沒問題的,那等在現在,就是在湖北的人,他們自己想方法,你現在就很簡單,說你不做, 是啊,你也都是叫他們等,那等什麼呢?那我又看不到你等什麼,那現在你有幾個方法可以處理的? 我們香港首先,很重要的就是,不要這麼大批的,滯留湖北的香港人,一次過回來香港,這個不可能的, 就是香港也都承受不了,一次過,你說現在已經是,那個數字升到數千多人,一次過來香港,這個不可能的, 那你又,但是你有沒有辦法,或者有沒有一個想法,去怎樣處理呢? 就像剛才所說,你說不處理的,你不是說,我一個都不接回來的,那你就這樣說, 那你等滯留在湖北的香港人,自己想辦法,那你又不是,那你又沒有一個計劃出來告訴人, 你怎樣在控制範疇之內,是逐步逐步運回他們回來,那之前有些朋友說過包機,那你包機的方法都可以很多種, 譬如你整個機,你用一個大機上去,一架,譬如一個A330,港用的一個大機上去, 那有三百多個位,那沒有人叫你坐三百多個客人,可以載幾十人,或者一百人左右, 將那些人坐得鬆一點,隔開一點,空中服務員完全不准你接觸, 因為機程講了一個小時,沒有任何接觸,直接上機, 然後就不會給任何餐飲服務,食物,那些不給他們, 然後到香港之後,就全部下機,然後就全機消毒, 將飛機放在地上,現在可能放兩三天都沒有所謂, 其實現在大家如果去國際機場看一看,那些機全部都放在地上, 全部都沒有機票,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問題, 甚至乎你也可以想一想其他方法,譬如直升機, 其實香港去武漢其實是大約九百公里左右的行程, 直升機普遍來說都是可以達到的, 可能通常是一千一、一千二左右公里的行程, 其實直升機也可以想法,之前澳門那些直升機, 其實它可以坐12個人的,如果你說有些偏遠, 或者是有些真的很需要幫助的,好像我剛才所說的, 二成年的朋友在大陸的,或者是一些是年老,是體弱的, 需要在隔離的,回來香港,這些可不可以是考慮, 用直升機的方法,來處理一個小規模, 可能是十個人之內,或者幾個人之內,回到香港, 但是前提一定是找一個合適的地方, 無論剛才其他民主派的朋友所提到的地點也好, 酒店也好,那你是不是,至少你是, 譬如你說,我只有二十個位可以做這件事, 或者三十個位可以做這件事, 那你便慢慢試一下運三十個人, 下來香港,看看情況是否做到的, 最重要的就是,一個遠離民居, 如果這十多二十個人是出事的時候, 我們的醫療體制是否能承受得到, 雖然你覺得是如攻而生, 但起碼我看到會有一個, 你政府這樣提出來, 起碼我看到你的意志, 是想去解決這些問題, 現在問題是說,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解決, 你不想解決的, 你就不如告訴他們, 香港不收回香港人回來了, 你們在那邊市場自滅, 你們想想一下, 沒有問題的, 就讓他們去想, 但是你現在拖著人, 人家走又不是, 逃跑又不是, 繼續留在那裏, 你又天天在那裏, 其實兩個禮拜已經, 我剛才所說的求助個案在我手上, 已經是拿著了兩個禮拜, 而特區政府不斷都跟他說, 沒有,沒有東西更新了, 你留意我們的更新, 沒有東西更新, 但是留意我們的更新, 那是怎樣的, 所以我覺得, 特區政府在整件事裏面, 是做到極度之差, 希望, 好好反省一下, …… …… 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